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特别讲到印跟失神 什么叫印跟失神呢 生我则印 我生则失神 你看我们在五行深刻字画当中 不是生 忘 奴 谢 萨吗 他有生的我的啊 有忘我的啊 有奴啊 有谢啊 有萨 其实我们先讲一则啊 这个要有定力 那么我们再来讲生跟我生 应该会更清楚 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 他就想买个官 买个官呢 因为你有钱嘛 没地方花 那你可以做官 为民服务嘛 所以有了钱以后 你会有官 那你有官以后怎么办呢 要有失职的这个权利 有失职权利以后要怎么办呢 要巩固自己 巩固自己啊 那一定要有大师头 小师头一起来拱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才会有更能够延续的政治生命 那么有了这些大师头小师头 那么一定要聚会 一定要有得吃 当你们在啊开会聚会的时候 那彼此负通啊 这个款取 负通信息 你就有更多啊 这个赚钱的意地 赚钱的啊 这个机会 所以呢 这个钱啊 就会更多 你看我们用美男话来讲啊 有官 有财 你就有朋友 你就有管理 你就有财 那一定的嘛 所以你看我们从 有财 你就会有官 有官以后 你就有权利 权利就是什么 就是印啊 有了权利以后 那就有朋友 在没有当官前 你听大家的 当你当了官以后 大家听你的 这一定的道理啊 所以这是官 有了官以后 就有印 有了印以后 就有笔尖 就有朋友 有了笔尖以后 就有可以吃 有语会 那就是诗神 有了诗神以后 还会让你有更多的财 但是相反的 另外一个角度里面 有了财以后 你就啊 因为你有了财了嘛 所以你就没有印 你有了印 就是没有 这就是前例的意思 那你有了印以后 你肯定啊 因为有印嘛 所以就没有 这个可以吃 因为你看 所有的立法委员啊 所有的这个官啊 你到哪儿啊 都是坐一下 因为你要跑行程 你真的没有办法 很痛快啦 很清静啦 吃一顿 这个不错的晚餐 你就没得吃了 但是你有的吃以后 你就没有官了 因为呢 你有的吃嘛 吃人的啊 嘴就软 然后你的手就软 因此呢 你就没有啊 这个地位啦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循环嘛 你财会克印 印呢 会克时辰 时辰呢 会克正官 正官呢 会克笔尖 你当官的时候 这些朋友啊 就气了 就没啦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要选举的时候 你要选胜 必定很多人帮你嘛 但你选上以后 不管帮你的也好 不帮你的也好 都要让你分一杯羹嘛 都要让你给他安排 这个位置嘛 安排工作嘛 你要是不能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个朋友啊 就走掉了 所以我们讲啊 兄弟最怕官 弟没怎么来的 兄弟就走掉了 那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他本身啊 有相声 他也有相客啊 高官的情 高贵的事 高贤的吃了味 这个也是一定的啊 所以为什么 交官你会穷呢 因为这些官要选举的时候 你就得凯然相助 那是你的朋友嘛 你能不住他吗 你一住他 你这个钱啊 就没啦 你就穷啦 他当选 你还要花钱呢 所以 他有了地位 你就没钱财 那交鬼呢 你当然要识啊 这个鬼啊 他总有时间啊 他要去交差 要抓人去交差 可是他抓不到人的谁啊 找谁啊 找自己朋友嘛 所以交朋友 你要交到鬼 你就得死 还有呢 你只要跟朋友往来 这个钱财啊 就一定没有了 为什么呢 交朋友你不第一次啊 你不要用花钱啊 花钱 那你肯定没有财 所以我每每啊 在这个节目当中 告诉你 笔尖身上的财 就是劫财 笔尖呢 就是志同道合啊 深情所足的人啊 可是你有笔尖 你肯定啊 就要没财 所以这个一个循环啊 是非常有意思 儿题的时候 曾经玩过 老虎吃人啊 人吃鸡 鸡吃蜜蜂啊 蜜蜂顶阿里 阿里呢 开枪打老虎 然后回过头来 然后再吃人啊 人又吃鸡 鸡又吃蜜蜂啊 蜜蜂用鸡阿里 这就是一个循环啊 是一个食物链 为什么老将怕兵竹 将怕竹呢 就是他什么都不大 就克你一个就够了 我们常常讲 蜜蜂要去关H 你只有一个H H最大了 结果呢 你输了蜜蜂 这就是义乌啊 克义乌 乌克义乌之外呢 你有乡身啊 总是你碰到他 你就对他好 这个呢 我们讲的是乡嵌债 少缺义啦 但是呢 为什么你会独独退他 独有情宗呢 那么当然 这是我们先前讲过的缘分 那也有你本身拔自的 这个乡身的关系 好比你生我嘛 就是印 我生你呢 就是失神 所以什么叫印呢 印啊其实啊 在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母亲的遗旨 那叫正印 那偏印呢 也是母亲 但不是我亲生的妈妈 那也叫做母亲呢 那是爸爸的太太 那叫偏印 那么这个正印呢 是生我的 生我呢 他表示呢 让我能够资助 天下人啊 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 我们讲 慈恩啊千秋在 母得啊万古存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是千秋万古呢 因为啊 只要你有念头 你只要有感觉的一天 母亲啊 永远是伟大的 所以呢 是正印 那就是记住我的意思 帮忙我的意思 所以有正印 就是精神的 这个所谓精神 就是无形的支柱 助力 贵人 那么 偏印的话呢 是有形的 是物质的 你看得到的 这叫偏印 那偏印呢 跟正印啊 它有不同的意味 只要来助我的 都称之为啊 这个印 那实神呢 实神是我生的 我生的呢 在女生来讲的话 实神就是儿子 那么 相关呢 就是女儿 那为什么女儿会是相关呢 因为女儿啊 要帮你亲郎 全部亲光光 也只有女儿才行 所以啊 她是相关 实神呢 她是有限度的 什么叫有限度呢 有一定程度的 好比你资助我的时候 那么 你可以有限度来资助 我们在九二一的时候啊 有一位老太太 看到地震的这么辛苦 这么危险 她把一百多万的积蓄啊 全部监出去了 一个礼拜以后 她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结果呢 她都已经监出去了 她把所有老冠材本 都也没了 那结果呢 她还要寻求 社会机构 来帮助她 这个呢 就是相关 你能够奉献的 完全奉献的 叫相关 而这个就是反传统 反一般的 正常人的传统 正常人呢 能够第一股八道 第二股八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 是实神跟相关的不同 分野 实神在男神来讲的话 是职业的 是社团的 是宗教的 是特别慈悲为怀的 我们常常讲 信地慈祥 性情善良 它有十路三中 也就是很有口福的意思 当你有口福 你就有其他的时间 去做规划 但是相关的话 它不但是有口福 它有奉献 但是它反传统啊 男生在反传统里面 他就喜欢政治啊 喜欢社团啊 搞群众运动啊 这叫相关 那么在女生里面啊 这个相关 它有反传统 但是我们知道 女生呢 多半是在感情方面啊 特别的 这个需求 因为他是内敛的嘛 男生是外放的 女生是内敛的 老夫子啊 曾经讲过一句啊 这个千万年来啊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题材 那就是为小人 女子 南洋约 掩之则愿啊 尽之则不逊 这句话有很多人讨论说 老夫子是一个沙文族裔啊 是一个世代夫婦 关联很重的人 他是换卖啊 社会阶级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把这个小人的意思啊 是一个内敛的 小人呢 寓意利 君子寓意义 那么女生跟小人比较内敛 他喜欢的往里头钻 所以因此啊 他把所喜欢内钻 执着的人 称之为啊 小人跟女子 那么这样的人呢 远之 当你离开他很远的时候 他就怨你 哎呀你怎么可以 这个样子那样子 他会怨你 可是当你接近他的时候 他就不逊 什么叫不逊呢 也就是啊 跟你啊 不客气 他跟你啊 国间搭配的 跟你啊 这个可以无所不谈 但是呢 这个都比较随便 也就是我们讲 不客气的意思 因此啊 你把这样的一个结构 应用在三观 那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在 不管姓名也好 不管在八字论名也好 只要有印 那么表示你会有宗教思想啊 你会有这个无形的贵人啊 有有形的贵人啊 那你在实诚当中的话 那表示你很有口福 那么正应跟偏硬 就会官印相生啊 名归十字 正应跟偏硬 同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有形的 无形的贵人啊 都会涌现 可是你有实诚的时候 单一实诚 表示啊 你会有心地之降 信心善良 可是你有三观跟实诚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把所有一切 都把它奉献出去 那你就没有了 那我们讲在这个 嫌棘当前啊 也就是在前夕当中 我们这个前省啊 各县市 市政乡镇 以及所有的这个 县市议员啊 都要嫌棘 除了台北高雄之外 那么我们记住 我们把票 托给不买票的人 这才是真正耳后啊 对整个社会啊 真正的一股清流 那么才不会说 有钱的就能当官 那能当官啊 就一定要有潜力 有潜力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有朋友比肩 有朋友比肩以后 一定有得吃 有得吃以后 更有一定的财 那么这就是 一个善性的循环 其实不然 这都是不对的 好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啦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谢谢老师的讲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再为你进行姓名学扣引